荣耀 准确说现在应该叫它新荣耀 去年因为众所周知的种种原因 导致在下半年 荣耀手机是一个半隐退的状态 本营在每年底亮相的V系列旗舰 也直接推迟到了2021年的今天 本凡也是又在第一时间拿到了这款新机 并且体验了一段时间 想必大家对这款手机有很多的问题 比如天际1000加到底行不行 屏幕效果如何 都是新荣耀了 还能用原来的那些服务吗 今天我就给各位逐一体验 荣耀V40在外观上 基本延续了近两年的一个家族设计 背部矩形镜头模组 加上渐变配色 这次比较不同的是 背部由渐变纹理分割出两个区域 看起来没有以往那么单调 但是呢 具体好不好看 还是得各位自己说了算 整机厚度控制在了8.04毫米 重量186克 对手掌来说还是非常友好的 存在感不强 换个说法呢 就是它很轻 正面用了一块双打孔去面屏 双打孔的面积呢 要比华为Mate 40 Pro更小 四周黑边控制 也是主流可接受的水平 我得使用放大镜 看了眼大家关心的屏幕排列 我们手中这台采用的是周冬雨排列 但在我这几天使用中 感觉即使是周冬雨 这也是拿金马影后的周冬雨 它支持DCI P3和10比特色彩显示 实际观感不错 同时屏幕亮度也足够 在户外使用相比华为Mate 40 Pro更亮 当然周冬雨排列的一些客观问题 也是无法避免的 比如解析力低 阅读同样的文字 相比钻石排列的屏幕字体边缘 就不会那么锐利 只能说荣耀给出了 尽可能观感最好的一块屏幕 翻看曾经的老黄历 荣耀V系列在年底都会用上 最新的华为Mate系列同款麒麟芯片 但经历了去年的一系列事情之后 荣耀V40就只能用上天际1000加处理器了 我相信这也是仍处在过渡期的无奈之举 因为一款产品从立项到上市至少一年时间 最后临时换芯片 也只能找来相对熟悉的产品系列 减少调教磨合时间 毕竟荣耀也曾推出过不少联发科处理器产品 我也找来搭载麒麟9000的华为Mate 40 Pro和搭载骁龙888的小米11 对比来看荣耀V40的性能在今年是什么水平 从安兔兔跑分来看 天际1000加意料之中不占优势 46万的跑分成绩与其他两款相差较大 相比骁龙888有着近30万分的差距 不过跑分不能代表一切 即便使用天际处理器 荣耀V40还是支持黑科技GPU Turbo X 所以我把大家拉到实际游戏场景中去 通过帧率发热功耗来看各家优化如何 使用三款手机分别玩半小时和平精英和原神 和平精英选择40帧画质 原神选择60帧画质并记录帧率 从结果来看 和平精英三款芯片表现相当 平均帧率都稳定在39.8帧 而更考验性能的原神则拉开了差距 荣耀V40平均帧率为40 相比麒麟9000和骁龙888都要低 确实存在客观差距 在连续游戏一小时之后 我也使用红外相机对三款设备进行测温 搭载麒麟9000的华为Mate 40 Pro表现最佳 正反均控制在50度以下 其次是小米11正面突破50度 背面48.8度 而采用天际1000家的荣耀V40正反均为50度 发热量不容小觑 而在功耗方面 荣耀V40两款游戏共计耗电29% 华为Mate 40 Pro共计耗电24% 小米11共计耗电33% 虽然小米11搭载2K屏 但电池容量在三款手机中最大 所以不得不说 骁龙888还是耗电C位 同时荣耀V40支持66瓦快充 经过我们的实际测试 0-138%充满 速度处于当今的第一梯队 如果你购买高配版还支持50瓦无线快充 在充电和续航方面表现不错 更换一颗处理器除了会影响性能之外 不同处理器的ISP也会对拍照造成一定影响 荣耀V40同样搭载那颗华家祖传5000万像素RYYB传感器 那么跟麒麟处理器相比会不会有成像差距呢 我也找来了与荣耀V40同为中杯的华为Mate 40进行对比 从这一组日渐样张来看 华为Mate 40在天空和物体颜色的还原上 比荣耀V40更准确 画面看起来更通透 放大细节也可以看出 华为Mate 40的成像解析力要比荣耀V40更强 我们再来看这样一组 观察灰色地面 荣耀V40白平衡偏移 色彩偏洋红 这也是最早华为使用RYYB时遇到的问题 反观Mate 40优化的就更好 但在暗部细节的呈现上 二者相当 远处高光也压制的不错 整体来看 在白天V40和Mate 40的差别 主要是在色彩表现和解析力上 照片宽容度表现相当 使用主摄打开人像模式之后 两款手机的成像差别依旧在颜色上 而美颜和抠像的表现上都差不多 华为Mate 40的景深虚化更自然一些 而荣耀V40则是人物主体更清晰一些 各位更喜欢哪个手机的效果 也可以弹幕走一波 在夜间环境下使用普通夜景模式时 对于高光的压制不错 但荣耀V40的照片明显欠爆 整个画面亮度不足 暗部细节缺失 与华为Mate 40有一定差距 通过这组样张也可以看出 放大画面左上可以看出呈现的细节相比Mate 40缺失不少 而右半部分的高光压制不错 但曝光不足 整体观感依旧是Mate 40更好 打开超级夜景之后 两款手机的照片纯净度都很高 荣耀V40的夜景也终于恢复到了正常水平 在高光压制上甚至都要比Mate 40更好 Mate 40则是整体亮度进一步提升 在一些极限暗部的解析力要更强 这一场景也是同样的 打开超级夜景之后 V40提升很大 画面纯净 暗部细节足够 高光压制也不错 不过观察G-Shock logo可以看出 二者对于红色的还原都偏程 这也是LVB传感器一直的问题 但相比之下Mate 40不存在画面其他部分偏洋红的问题 整体色彩控制更强 也可以看出麒麟芯片ISP和RVVB传感器的配合是更成熟的 不同处理器的ISP对成像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同样的RVVB传感器在不同芯片机型上 看到了不一样的成像风格和水平 总的来说 目前荣耀V40上这颗主摄可优化的空间还是很大的 CMOS的硬件实力摆在那里 但软件还是没有跟上 期待后续系统更新尽快补足 看完天机1000家 再来看一看大家同样关心的生态问题 在荣耀V40上 依旧搭载的是跟EMUI同宗同源的Magic UI 在使用上与之前没有不同 同时一些EMUI11上的新特性也被Magic UI 4.0所吸纳 比如新的灵动AOD 功能更全面的智能多窗口 甚至现在荣耀V40 依然可以与华为的笔记本进行多屏协同 提高办公效率 或者打开荣耀分享功能 也可以快速将图片共享到华为手机 品牌虽然独立了 但目前体验下来发现 还是在同一个生态的 而系统在日常使用中 还有不少华为的影子 比如现在登录的账号 依旧是华为账号 荣耀应用市场推送通知 会显示华为的logo 并且通过开启引导和一些授权对话框 可以很明确地看出 V40的系统依然使用HMS Core来提供服务 不过在我们实际使用中也感受到了华为的服务在逐渐剥离 现在华为的主题商店已经不对荣耀开放 V40的主题APP中只能选择预设主题 我们也尝试对V40安装X服务 应用程序可以安装上 但在登录账号时会显示设备未经认证 仍然是一个不可用的状态 可以看出在系统层面 或许对于新荣耀来说 还需要一些时间来成长 曾经和华为生态的深度融合 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剥离的 目前仍处在过渡阶段 但就我体验一段时间来看 并不会对日常使用造成太大的影响 最后我也给大家体验了一下 它的扬声器和正感 不得不说 如今定位旗舰的国产手机 要是没有双扬声器和线性马达 那一定是会被大家疯狂吐槽的 荣耀V40搭载两颗线性马达 一颗Z轴一颗X轴 在多任务手势和打字输入等场景下 马达都能及时享用回馈 可能受鉴于马达尺寸 总体力道偏小 正感比较温柔 没有咯咯咯咯的效果 而双扬声器效果 我们也找来老朋友小米11进行对比 还是老规矩 大家把听起来更好的序号 打在公屏上 整个体验下来 我个人觉得荣耀V40 不能算是新荣耀的第一款手机 只能算是华为荣耀的遗产 因为这款产品有着太多华为时期的影子 它出那样的角色 更多是荣耀独立之后 乘上起下的作用 是今后新荣耀发展的基石 相信从我的体验中 大家也可以感受到 假如这款手机搭载麒麟9000处理器 那性能拍照体验将会再上一个层级 不过面对残酷的现实和种种无奈 荣耀能在短期之内拿出这样一款手机 也是目前能呈现给用户 综合实力最好的产品了 这款产品的意义 或许不是告诉你新荣耀有多强大 而是告诉所有人 荣耀还在 荣耀会一直在 全新的荣耀正在路上 如果把华为和荣耀的分家 比作壮士断腕 那断掉的也是最有利的比报 相信在2021年我们能看到更自主 更强大 更有活力的新荣耀 我是依凡 我们下期再见 如果你对本期评测的产品有兴趣 也可以上拼多多搜索购买 以上就是我们皇家评测的所有内容了 如果你觉得我们的视频还不错 别忘了帮我们转评赞一波 你的支持对我们非常重要 我是依凡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 拜拜